大家都认为梅西最适合的位置是前锋,但却偏偏让他具体并不适应的前腰去组织,梅西怎么发挥最大水平,埃根廷怎么会有好成绩,无可厚非, 梅西拥有世界上最好的过人,射门技术,最好的球杆和脚法,他可以在前锋线发挥最高水平,那么他最适合的是前锋位置吗?其他位置梅西可以发挥出最高水平吗?这就取决于梅西的意识,觉悟大局观了,在我看来以梅西的能力,他可以成为容前场任何位置的数一数二的人,只是他的意识局限性问题让他没有那么做, 小编终于明白为什么梅西在国家的表现不算很好,网友评论以真见解都指出,因为其实梅西的问题不是位置也不是切法问题,而是意识问题,曾经很多人拿不同位置的球员进行比较,大多数的结论是位置不同无法比较,我却认为不同位置的人除开身体条件以外,其实都是可以比较的, 梅西的球员在不同的位置,只要他转变自己的意识,他依然可以成为不同位置的佼佼者,因为他天生的球感,反应,速度,技术不会因为位置的不同改变,只是他自身的喜好和意识能不能随之调整罢了? 皮尔洛,前腰出生,因为身体不够强壮,速度较慢被改造成后腰,却在后腰位置打出了成绩,被很多人疯为数一数二的中场大师,托蒂,九十六罗马出道四十前锋,后来被安排到迎风,前腰位置,成为那个位置数一数二的人物, 当然后来有段时间,他又被安排到中锋位置,四十岁的拖地凭借初中的意识和传球技术,依然可以在意下担救罗马的冠军杯席位,以他的条件就算踢后腰,我依然认为他比皮尔洛出色,小罗,出道的时候四十前锋,后来了又成为前腰,二零零二世界杯,小罗的前腰踢得怎么样?相信大家都清楚,把罚的小罗什么位置? 以瓦尔多,前锋出身,国家队大多时候四十前腰,世界杯总共有八次助攻,马拉多纳,前锋出身,他后来在前腰位置上的发挥和成绩就不多说了,客观的说,梅西生错了国家,我觉得梅西选择阿根廷队有可能是错的,如果他是西班牙人,那他早就封神不止一次了,南美足球有个最致命的缺点,那就是配合不好, 而梅西所在的俱乐部,恰恰又是配合最好的巴萨,所以说梅西与阿根廷不兼容,是梅西最大的遗憾,再看看西班牙,他们最缺的是谁,很明显是一个能传又能射的前锋啊,巴西人迭戈科科斯塔和他们的打法不兼容,他们缺的正是梅西啊。 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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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音乐